据美媒报道 美国国防部于当地时间19号 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3年度 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该报告不但炒作所谓中国军力扩张 还声称截至2023年5月 中国拥有超过500枚核弹头 据报道 美国国防部当天在上述报告中声称 中国正在生产更多武器并扩大海军规模 美国国防部还炒作称 中国在2022年继续快速扩张核武器 截至今年5月 中国拥有超过500枚核弹头 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约100枚 到2030年 中国可能会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 且预计数量还会增加 近年来 美方数次发布报告炒作中国军力发展 2022年11月29号 美国国防部发布2022年度 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这份长达196页的报告 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 妄加议测和评价 该报告声称 中国计划在2049年打造出世界级军队 并正在通过扩大核弹头储备等方式 在军事上挑战美国 报告当时还议测称 中国目前拥有超过400枚核弹 在2035年将拥有约1500枚核弹 对此有专家表示 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坚持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国家 而美国不仅首先使用核武器 甚至要拿自己的核武器 来为盟国提供核保护伞 美国才是未来造成核危险的源头 2022年12月6号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谭克菲发表谈话表示 美国国防部发布2022年度 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歪曲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 无端益测中国军力发展 在台湾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这是其渲染炒作所谓 中国军事威胁的惯用伎量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谭克菲表示 美国在报告中 对中国核力量现代化 指手画脚 妄加揣测 实际上最应该深刻检讨反思 自身核政策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核武库 持续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 大力发展并谋求前沿部署战术核武器 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通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进行核扩散 日益成为核冲突的源头 他还表示 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始终恪守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武器